各位又是一个礼拜四上课时间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折水困 折水困我们上次讲了两个牵丝 这个困挂就代表的六个窑都是陷入困境 也就是代表的你占卜的时候 你现在所问的这个问题陷入困境 但是呢这个困挂里面我们上次讲了 上挂那个洋谣啊 洋谣代表的是你的心智理想 没办法达成你心中所愿陷入这种困境 阴谣呢代表的是你生活上面的陷入困境 我们现在看的是六三谣 六三谣啊这个谣词很不好 六三谣它处于不忠不正 因为它是阴谣扬味啊 阴谣扬味的话它处的环境不好 它不得正 虽然不得正不是那么重要 比较起来 但是呢在这个困挂里面处于这个六三这个位置啊 它是很不利的 因为啊它的周围是上面是九四谣 下面是九二谣 九四和九二代表的就是很大的困难 因为你说怎么知道 因为它的谣词这样讲 它是说困于十 它陷入困境的状况呢 是就好像是前面有一个大石头 阻挡了它的往前进的之路 所以说它想前进也不能前进 困于十 前面有一个大石头 九四就是大石头 距于吉林 吉林呢什么叫吉林 就是一种植物啊 它上面长满的翅 但是它的背后啊 也就是九二谣 它想退呢 又不能退 进也不能进 进不得进 退也不能退 处于这种困境 九二谣就好像这个吉林一样 它不能够往后退 它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在占卜的时候就代表 你现在所问的这个事情啊 进也不得 退也不得 进退两难的困境 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 所以说它的谣词叫做 困于十 距于吉林 它代表了 它现在所处的这个困境的一种状况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入于其宫 入于其宫 这个谣词啊 在历史上面 在占卜上面 他们都很多人不同的解释 因为谣词是很不好 但是它谱出来的啊 它不一定是不好 有很多案例 所以说我们这个牵丝啊 牵丝是算很好 但是谣词不好 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因为 因为啊 它六三谣词是一个主卦 它是受这个因素所影响 但是还有其他因素影响 到最后呢 还会往好的一方面转换 入于其宫呢 就是代表的 就是说 六三 就是说 那我 我进也不得 退也不得 那我就停在原处好不好 停在原处 就好像是 你回到家 宫啊 就是你原位啊 回到家 因为它本来就是 六三本来就是 处于三这个位置嘛 那我停在这个位置呢 就好像是 回到家里面 入于其宫 就是你的家里 不见其妻 又没有看到老婆 你在外面受到委屈 你回家想要 得到别人的帮忙 结果呢 老婆也不在 你说 这个老婆又指谁啊 老婆啊 她 六三 她跟 上六瑶啊 她不相应 上六瑶就是她的老婆 也就是 你要追求的目标 又没有 又没有 就好像是 她有几个线啊 你要追求的目标 又没有 因为她们两个都是阴遥 不相应 这个六三就当作是她的老婆 你要追求 你要 你要找你老婆 又没有 结果也代表就是 占卜的时候 你要追求你的目标 也看不到 你想要得到人的帮助 也没有 不见其妻 这种状况 当然是凶啊 孔子呢 这个 那我们 我们先不看这个小巷 我们看这个 这一段谣词 我在书上怎么解释 白话解释 我把它念出来 因为有书 有书的人可以看得到 没书的人 他不知道 我把它念出来 他说 你目前的处境 极为艰困 因为你就是属于 处于这个困卦嘛 困卦当然是 讲的就是艰困啊 就是处于困境 这种困境呢 就是 就好像是 前面有阻碍 难也撼动排除 一个大石头在那边 后有荆棘 你无路可退 距于吉利 处于进退维谷的 两难之间 因为你进也不能进 退也不能退 他的处境 就有如进退维谷 进退维谷就是说 进不得退不得 想要维持现况 就是我 入一期宫 我不走好了 我进也不能进 退也不能退 我就不走 我就回到家里 好不好 回到家里 想维持现况 又难以忍受 想要找亲人诉苦 请求协助 又没有人伸出援手 又不见其妻 孤立寡注 代表了你现在的处境 孤立寡注 没有人帮忙 就是孤立 寡注就是 你不见其妻 等于就是 你占卜的时候 你现在 现在所面临的 这种困境 别人又没有人来帮你 别人又没有人来帮你 内心感到十分的忧愁 烦闷 还有孤独 出困不行 出困不得 等于就是 这几个谣词就讲的就是 出困不 出困不行 你想脱离困境 也不行 出困 我都不动 不动也不行 敏辱身为 极为凶险 所以说 这个姚子讲凶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处境 你要追求你的理想 是不能的 非常的凶险 孔子的小巷呢 他是说 据于吉利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就好像 背靠的 后面满是荆棘的地方 没有依靠 退路 不行 是陈刚也 陈刚啊 是因为 阴阴辰阳 叫做陈刚 他现在处境 他是 阴谣和 六三谣和九二谣 他们两个是 密敌的关系 陈刚才会有这种关系 陈刚的话 对阳谣不好 但对阴谣也不好 如果站在九二来讲的话 阴辰阳 他也不好 阴辰刚 不好 入一其功 不见其其 不祥也 那孔子又把这一个 这句话 又特别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是不祥的预造 不是好的预造 我们看这个宗挂 宗挂讲的是水风井 水风井 他这个谣词 讲的就是 井里面的水 它的目的 就是要取出来 能够实用 出来 出来才是大功告成 所以说水风井这个挂 六谣里面只有 只有上六谣 它才能够大功告成 其他的谣都不好 都不能够大功告成 因为水都没有出来 只有一个上六谣 水才能出来 才是大功告成的阶段 那水风井 九山谣它讲的是水 阳谣讲的是水 阴谣讲的是井 它讲的就是说 你这个水啊 井水 井水有时候就是 很混浊 我们就要掏井 掏井的话 就要让这个井水干净 现在井水已经干净了 井泻不实 泻就是掏井了 就是说井 井呢 本来水是脏的 我掏井过以后呢 水已经干净了 但是呢 还是没有人来喝我这个水 这口井的水 就好像是说 一个人啊 本来才是学能不够的 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进修 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可以给大家来提西八桌 能够任用了 但是呢 到现在还没有人任用他 没有人要用他 他其实水准已经达到 原先水准没达到也就算了 现在已经进德修业以后 他已经到达一定的水准 还是没人用他 就像是井泻不实 就像是水井的水已经干净了 还没有人来取用他 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他是假借的井 井水来做一个取向 表达出 你已经是一个人才了 可用之才 但是还是没有人来 没有人获得他人的理解和重用啊 为我心彻 测就是测瘾之心啊 就觉得哎呀真的可惜了 就好像有一个人 你真是一个人才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去做事呢 真是可惜的一个人才 浪费一个人才 为我心彻 就路人啊 看到这一口井水 井里的水啊 那么干净 怎么没有人用这一口井呢 说是浪费了这一口井啊 为我心彻 我心彻 既然井水 没有人来用 他在水里面啊 在井里面啊 可用极 也就是说 你要让这水出来的话 你就去打水啊 打水的话 干净水 就可以给别人用啊 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是可用之才 没有人用他 是人家不知道他 那你可以推荐他 极 可用极 就是推荐他 王明 王明的话就是说 因为这个九三 九三的话 他跟那个上六啊 他是相应啊 也就是说 上级长官很英明 你推荐了以后说 这是一个人才 他就任用你了 因为他英明啊 如果不任用你的话 一个人才就浪费 就是不英明了 王明 就上级长官 他英明 就任用了这个人才 任用了这个人才以后呢 对谁有好处啊 对这个九三有好处 可用之才的这个人有好处 对那个 要任用他的那个上级啊 也有好处 两个人都都有好处 所以说 他讲并受其福 你只要任用了这个可用之才 两个人都有 都获得好处 整个那个摇词 这个随风点摇词 指的就是说 你已经是一个可用之才 但是还到现在 还没有人来任用你 你只好用推荐的方式 结果上级呢 很英明 他也任用你 任用你之后呢 大家都有好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到这个摇词 他要告诉你 就是这个道理 看你的占占卜的时候 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把它转到你的问题上面去 也就是说 如果占卜一个人说 我已经三十岁了 我还没有女朋友 其实你这个人 真的还是一表人才 又很体贴 谁要是嫁给你的话 真是有福气 那我就帮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好了 这个女朋友也很英明 觉得会演示英雄 觉得这个男的确实不错 就任用他了 就跟他成为男女朋友 结果两个人就是成为恩爱夫妻了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你把它转过来 他这个取向啊 是用井水来取向 井挂来取向 用井水能不能给别人引用 他用这些来做一个取向 转到日常生活里面的话 就是用这样子转 不管你是什么领域 我只要抓到他的要点 我就转过去 我只抓到他的这个过程 结局 我就把它转化到他这个领域 任何一个都可以解 后卦讲的是风火家人 家人赫赫回立即 父子兮兮中令 没有书的人啊 你看那个贴错的那个 你看不到他的中卦户 户卦 还有他的错卦 那上面没写 他只有一个正卦 那其他的卦在书上面都有写 他这个风火家人 他这个谣词 他要告诉你 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说 他用自家的一个道理 一个方法表达出 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应该要用这种方式 才能对你的目标追求最为有利 什么方式呢 他是说自家 你宁可严一点 不要太宽松 严一点刚开始 大家可能脸上笑容不多 因为这个家庭的家长啊 父母亲呢 对小孩管得比较严 小孩当然就 欢乐就会少一点了 但是呢 到后来呢 这个小孩觉得不会变坏 如果你说 哎呀我从小的时候 我让小孩多欢乐一点 任他任其自然发展 那每一个天下事物都是朝向乱的那一方面 去 去 有这种趋势啊 一切都是朝向乱的这一方面去发展的 所以说你不去纠正他的话 从小养成一些坏习惯 等到长大你发现不行 你再去 纠正 想要把他导正的话 小孩的话 想要把他导正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定性了 所以说你刚开始严一点 大家可能就是脸上笑容不多 但是终究是 是好的 虽然你会感觉到真不好意思 有点后悔 但是最终呢 是一定是急 如果你一开始 大家嘻嘻哈哈 没有家饭 家饭没有立起来 那家规没有立起来的话 到最后一定会后悔 因为小孩已经变坏了 来不及管了 他要告诉你 其实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什么 你不管在占卜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有这个谣子出现 就代表了 你问这个事情了 宁可言 不可以松 宁可打言一点 不要打他太宽松 也就是有一种状况 就是说 做这件事情 想要让他成功的话 我可能需要八分的力气 就可以获得成功 但是我又怕他不够 我用九分的力气 那一定成功 只有超出一点点 那一定成功 如果你把他打宽松的话 八分力气 才可以完成的 你说 哎呀七分也可以 用七分力气去做 那失败机会就很大 所以说 我宁可言一点 打 打言一点 不要打得太宽松 临言物宽 这个谣词 就是告诉你 临言物宽 宁可言也不要太宽松 言可以保证成功 宽呢 也许会失败 那错卦呢 讲的是三火壁 壁如如如 永真吉 他讲的 壁卦讲的就是修饰美化 他现在已经到了 修饰美化 已经到了一个极点 到一个极点以后 稍有不小心了 他就可以 就会走向负面发展 所以说 你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坚持 永久守正道 按规定去做 千万不可以 还要追求浮华 不然的话 一定就是 往坏的地方走 他要告诉你 是要小心 谨慎 不要再追求 外在的美化 虚荣心 不然的话 一定会凶 如果你按 按规矩去做的话 那就是急啊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道理 整个 整个综合以后 孔明先生啊 就用这个 签示来做一个表达 古时候 有一个案例 我看的是 我看的是 史书上面 占博的 有一个案例 古时候呢 占博的时候 他一开始 老一点呢 他就是用六十四卦来占卜 光看卦词 用卦词来占卜 后来呢 就用窑池来占卜 窑池占卜的时候 他没有看其他副卦 葡萄这个窑池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案例 在史书上面 写 葡萄这几个 大家都认为 这个 折水困 这个窑池是凶 都认为 都不是好结果 所以说 就灰心丧气 结果其实 他的结果还是好的 但是你灰心上气 消滴怠惰 那就是坏到底了 像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案例 就是清朝的一个 季晓兰 他 他写的就是说 一个举人考试啊 他想要占卜 他 想看看 他到底考不考的 能不能考中 抽到这个 折水困 六三摇 有人解释就是说 这个是很凶的话 考不上 那好像 我忘了是谁 他又有人说 好像就是季晓兰 季晓兰 他自己 自己解释 困于时 拘于吉利 我会考中 只不过 不会是第一名 是第二名 反正就是 我会考中 我前面一名 是姓石的 后面一名 是姓 那个 姓 姓密 吉利 吉利就有一个 米字姓 倒米的米 就像吉利一样 都是坚持 结果真的考下来以后 他前面一名 第一名是姓石 第二名是他 第三名是姓米的 有这个像 他不一定是要看他的 毅力 他可以看像 因为他自己认为 他考得很 考得 考得很好 他这个程度 应该不会考不上 那顶多是第一名 每一个人都想考状元 但是呢 不是考状元 他第一名不是 不是他是姓石的 那 入园吉 跟不见其妻 他说他 他的解释呢 就是说 我又没取其 所以说 没见到 不见其妻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这次有一个 这种案例 孔明先生呢 他虽然是这个 六三摇 摇指不好 但是他这个 签示很好 因为我们知道 不好到几点 他都会 往好的一面 转化 就像这个 错卦一样 已经到的 最佳的一个状况 所以一不小心 就可能往负面发展 这个签示是很好 他是说 福心照 吉秀灵 福心啊 高照 是好的一个成语啊 福心高照 其实下一句呢 吉秀灵 也是福心高照的意思 秀 树色的树 树色的树 他有三个读音啊 所以说我们不要读错 如果当作 天上的新星 来做解释的话 吉秀 他是新星的 他要念秀 如果你念树色的树 跟树色一起结合念的话 他念树 如果你念 我住一宿 住一晚的话 住一宿的宿啊 就是也是这个树色的树 所以说这个树色的树 他有三个读音 当作新座来讲的时候 他是念秀 当作树色的话 念树 当作住一晚的话 念秀 他这边呢 就要念秀 福心照 吉秀灵 就这六个字 其实讲的就是 福心高照 好运就要到来的意思 青天有日 见天真 青天有日 有太阳 见天真 这句话呢 好像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其实它要表达出来 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还真是老天有眼 它是老天有眼的一个意思 在我们这边来解释 那一定就代表的就是 你受困境 一定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结果最终啊 还算是老天有眼 现在来极心高照 已经极心高照 你问的这件事情 好运就要到来 它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字面 这个牵丝的字面 整体把它跟这个 折水困这个卦 结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龙飞下载到明庭 也就是说 极心高照 好运就要到来 到底什么时候呢 什么状况呢 这个龙啊 有可能是贵人来帮忙你 就看你的问题是什么了 你的 你的 有可能是贵人 是 它的生肖是 属龙的 那这个龙呢 又有代表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 极心高照的时间点 时间点的话 我们知道 那年月日 时辰都是 都是可以用生肖来代表 只不过年的生肖 它是 每一年都固定的 轮的牌 像今年呢 是兔年 明年就是龙年 如果你现在来问的话 我什么时候能够 脱离贫困呢 或者怎么样 那可能是明年 明年呢 什么时候呢 可能明年的三月 英历三月 又是龙月 那个时候 如果你问的问题 是很快就有结果的 因为现在龙月已经过了 每个月呢 都有一个 不止一个 两个到三个 龙日 那可能 你说很快 几天就会见分晓的话 那就是 你就从龙日 那个上面去找 但是龙日呢 你说龙日 到底 每个月的龙日 到底是几号 它不一定 每个月 它的生肖 每一天的生肖 它没有固定 它是轮的牌 始终在变动的 一直在变动 那你说 到底是哪一天呢 你看皇帝上面 就可以看出来 谁我也记不起来 你只要一翻皇帝 就可以看到 它是属于 今天是属于 什么 什么生肖的日子 那每一天呢 都有它的时辰 十二个时辰 它 诚实啊 诚实的话 就是龙的时辰 如果再快一点的话 就是诚实 所以说 这个也可以当做时间点 到了 就好像龙 飞到你的潜艇 潜艇 就是好运到来的意思 葡萄这个挂 代表着 你陷入困境已经很久 但是还算是老天有眼 终于让你急心高照 好运又就要到来了 也许是 也许是贵人的提膝拔着 因为这个井挂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亡民兵受祈福 有人推荐你 提膝拔着 拔着你 这是贵人 但这个 引用在这个水风井就讲的是贵人 如果是 看你的问题 也许你问的是说 我在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可以说不行 可能是明年农月 也可能是你这个时间比较快一点的话 可能是在这个月能不能怎么样的话 这个月就是农日 这个钱是上上钱好钱 因为 出于困境 结果老天有眼 让你能够复兴高照 能够获得 好处 我们来看88千 九世瑶 九世瑶 他 出于上挂 他 这个瑶瓷 四汉山的这个瑶瓷 在六日事况里面 通常好得不多 凶得比较多 这个瑶瓷呢 他的瑶瓷 他是说 来徐徐 困于金车 令有中 来徐徐是九世跟 出六瑶啊 是相应的 那九世呢 他要去找 出六 他们相应的话 就代表 站在九世那场的话 六 出六瑶 是我要追求的目标 目标在那个地方 我要去追求他 要获得这个目标 但是 我从上 往下来的 这个图中呢 有一个 九二瑶 九二瑶是羊瑶 羊瑶 实力比较强 也就代表的困难 比较大 所以说九世要下来的 这一路上啊 碰到的困难阻碍非常强大 金车就代表了困难阻碍 指的就是九二 而且这个困难阻碍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说他要从上往下 要去追求出六的这个路径 受到阻碍拖延 所以说他走得比较慢 所以说他讲说来徐徐 徐徐就是缓慢的意思 为什么那么慢呢 是因为受困于金车 受困于强大的一个阻力 令 指的就是遗憾 羞耻 难堪的意思 但是呢 你一直朝向这个方向 一直前进的话 你不要半途而废的话 最终呢 还是有中 有中指的就是有结果的意思 最终还是有好的结果 有中 虽然他没有讲其凶啊 他讲令 令没有到达凶的这种地步 但是呢 也是属于一种 非常艰险的一种困境 在这个处于这种困境之下 你难免会有一些遗憾羞耻 难堪 但是你只要坚持以往 就最终还是有结果的 持续下去 自然就能够度过难关 你只要坚定如意的 保持这个方向的话 你不要太急躁 因为一定会有进展缓慢 孔子的小象 他讲说来许许 志在下眼 也就是说 我一心一意要朝向这个目标 由于中间又有一些困难阻碍 强大的困难阻碍要排除 所以说我才会走得那么慢呢 虽不单位 有语也 虽不单位 也就是九世咬 虽处于不利的时空之下 因为他处于 阳瑶阴味 不正 不利的时空 处于不利的时空 对你的目标的追求 是有妨碍的 又处于这个困挂的 这个大环境之中 所以说 虽然处于不利的时空之下 但是呢 你一直朝向这个目标前进 终能排除万难 而获得成果 由于啊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结果 我们可以看啊 我们在231签里面 他的签丝啊 就跟我们这个 谣词是相近 231签的 他的签丝讲什么呢 他的签丝啊 他是说 目下一难书 有客来徐徐 来徐徐就是这个咬舌 没有变啊 有客来徐徐 金车虽历险 金车就是困难阻碍 虽然会让你这个 一路上有一些危险困难 刻必有中雨 有雨啊 有中雨 中雨 就是由于最终还是有 有结果的 有希望的 这个谣词就 所以说写这个谣词的人 他一定懂得非常精通 这个易经呢 他看这种状况啊 现在这种情形 就跟这个九山谣 九世谣的谣词是相近的 他就把它抓过来用 我们来看他的中挂 随风井 随风井讲的是井咒 井咒就代表修井 井啊 他 他那个 上面 会用砖啊 弃 弃一道 弃一道 用 把它围起来 最主要目的就避免井口的土石崩落 但是呢 他还是早晚会崩落 崩落的时候以后我们就还修井啊 井咒 井咒就是要修井 他借的修井来代表的 修井的时候你不能提水 也就是说 就代表啊 你现在 的本质学能还不够 你要 加强你的 尽的修业 加强你的本质学能 既然是加强本质学能的期间 你目标就一定不能获得 就是在修井期间 一定要等一段时间 目标不是那么快 可以获得的 就跟那个 主卦讲 来徐徐 这一段困难阻碍 就是要修井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 谣词呢 我们讲就是说 力量薄弱 你不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你不要急于进去 不要在这个时空之下 你不要急于进去 你不要想要 马上就能够成就你的大的事业 或者追求你的目标 否则就难免有过错 这个时候要自我检讨改进 充实本质学能 就没错 那早晚一定可以得到你的目标的 这个时候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那风火家人呢 富家大吉指的就是一个家庭能否兴旺 就要靠家庭的成员 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 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 每一个人自己把自己做好的话 那这个家庭一定能够兴旺 那这个家庭一定能够兴旺 讲的就是各尽其责的意思 那山火壁错话 讲的是壁如伯如白马汉如 匪扣昏购 他讲的是什么 你到底壁如讲的就是外在的修饰美化 重视外在的美 还是要重视内在的本质 壁如伯如指的就是 你现在不知道我到底要追求外在的 还是要追求内在的呢 在那么摇摆不定 无法选择白马汉如 白马白色就是树色 就是本质的意思 汉呢 也就是白马 其实讲的就是 你到最后 犹豫不决之下 最后还是选择的 要追求本质 内在的 其实呢 他后面 他前面用这个修饰来做一个取向 最后呢 他讲的是说 匪扣昏购 你以为 他这个匪扣昏购 这里面啊 他是说 你以为他是盗贼 那结果呢 不是盗贼 他是来求取 他想要求亲的 古时候求亲都是在黄昏的时候 黄昏的时候 你看一队人马过来 以为不怀好意 疑心病就比较重 以为他是不怀好意 结果呢 想要做一个抵抗 结果呢 走近一看 原来是来求求亲的 赢取的 所以说 昏购 匪扣昏购 不是 这个四个字啊 在意经里面出现过好几次 但是解释不一样 有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说 盗贼来抢亲啊 其实他就是有恶意的 那这个呢 他不是讲的是这个意思 他讲的就是说 他不是盗贼 他是来求亲的 这两个是意义是完全相反的 他其实要告诉你什么 就是说 到底要追求外在呢 还是要追求内在的呢 犹豫不决 最终还是决定 以内在的本质为主 在进一步 我们来引申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怀疑要追求的目标 是不是合乎自己本来的意思呢 经过查证以后 是符合自己的要求 才不会有 有所愿由的 没有过失的 能够达成目标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这个签诗不好 八十八签啊 他那个签诗讲的是什么 他是说 独钓寒潭 独钓寒潭 既然讲独 就代表你一个人啊 你没有人来帮你 你去钓鱼 一个人去钓鱼 在下 下雪的冬天去 潭水里面去钓鱼 独钓寒江雪 这个这种 这种天后钓鱼 不太容易钓得到鱼 因为水面结冰 水面的温度非常冷 鱼啊 如果在冬天的时候 你这种鱼 还在浮在水 靠近水面游泳的话 它会被冻死 它只会往下沉 水底下的 越接近水底下的温度 越暖和 它就可以度过这个寒冬啊 你如果你钓鱼的时候 如果在冬天钓鱼的时候 你这个浮标啊 一定要往上延伸 让钩 鱼钩往下沉 如果你把它 浮标 把它钉得太低的话 也就是你只在水面附近去 想要找到鱼来吃饵的话 是不容易的 也就是钓不到鱼的 独钓寒坛 寒坛 中途新南 也就是你钓个半天 结果钓不到 钓不到就没意思啊 没意思就 意态阑珊 不钓了 不想钓 因为 钓不到鱼嘛 在占卜的时候 代表的就是 你追求这个目标 追求的一段满长的时间 在客观环境 极为恶劣的状况之下 你追求你的目标 一直没有达成 你半途 没兴趣 半途而废 就是说不要去做了 不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为什么会不要做呢 是水寒鱼不耳 鱼不吃耳啊 当然就钓不到啊 就像是追这个女朋友 追个半天 很恶劣的环境 因为她条件好 很多人追求啊 你要去追求个半天 如果你追求她 很多动作 她有回应 那你还有兴趣 继续追求下去啊 她根本理都不理睬 没有任何一点回应 你追个半天 没兴趣啊 空窄月明环 就是你背的鱼楼 里面是空空的 装的都是月光 也是空空的 回家了 也就是入宝山 空手而还 没有得到任何的目标 没有任何的成果 因为啊 你说我 这一个牵师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能够成功呢 很多原因 一个是处于这个困境 困难很大 如果你不是半途而废的话 你继续坚持一往的话 按照这个主话来讲的话 最终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呢 你半途而废 绝对没希望 你要你不能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是一定没有希望的 但是这个呢 就讲了就是你没有坚持到最后的 最后的时间 那个 藏小姐 你可能要把那个音 声音改为剑音 不然的话杂音很大 葡萄这个牵师是不好的牵师 是下中牵 因为在不利的环境之下 他心智不够坚定 结果半途而废 什么都没有 葡萄这个挂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你如果你继续下去啊 这个艰难困苦是一定有 这个要达成目标是很缓慢的 如果你能够坚持一往 到最终还是有希望的 你不要以为说是 没有这个希望而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是绝对没希望 我们看这个八十九千 八十九千的话 哲水困已经到了九五窑 九五窑啊 他呢 他跟这个九二 他跟九二也不相应啊 也就是代表他目标的追求啊 是一直看不到的 他又受到上六窑的遮掩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困挂是受到阴窑的遮掩 九五窑呢 虽然他处于尊位 上位 但是他也是受到遮掩陷入困境 他这个陷入困境呢 就有如什么状况是一样的呢 我们这个九二窑啊 他跟九五窑不相应啊 他是要等到上九五窑 来啊 他是说 他的窑是说困于九十 诸福方来 诸福指的是上位者 的提西八卒 九二在那边等 九五的提西八卒 因为他不相应 所以说一时就看不到目标 要等待 他等待的 九二是下位者 等待上位者的提西八卒 那现在这个九五呢 他跟九二也不相应 那他的受入 他所受的困境是什么困境呢 他的困境啊 这个谣词就把它形容一下 用假这一种现象来表达出 他现在的困境的状态 义悦 义悦 这个两个字都很常 不常用 所以说 可能意思还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义啊 悦啊 这两个都是古代的刑罚 之一 肉刑之一啊 古时候 犯罪的时候 他按了你的犯罪的轻证啊 他给你处罚 最轻的给你 李光头 让你难堪 出不了门 就好像 我们 我们现在也是 进入监狱的人啊 在台湾 都是要李光头的 他如果 一跑出来的话 大家 他逃狱的话 要 要 找他的话 一眼还 从一群人里面 一眼还容易分辨出来 因为李光头嘛 李光头是一个最轻的刑罚 但是呢 这个意义呢 就是把鼻子割掉 鼻子割掉以后 你想想看 这个人多难看啊 李光头 他头发还会长出来 鼻子割掉 鼻子不会长出来 他一辈子都见不得人 所以说 意 鼻子割掉 他讲的就是说 你现在 葡萄这个挂 问你 你问的这种状况啊 你现在所处的状况 很难堪 因为见不得人啊 很难堪 月呢 是双脚砍掉 竹啊 砍掉竹 让你不能走路 不得行动 月 他又代表了一种意识呢 就是 说 你处于这种困境啊 无法行动 无法行动 就指的就是说 不能有所作为啊 你想做都做不做 没办法做 因为不能行动嘛 意愿代表了 你是上位者 你现在处于困境 你这个困境呢 难堪情形呢 就像是 被鼻子割掉 脚砍掉一样 难堪和无所作为 没办法有所作为 困于赤府 你是受困于谁呢 赤府 什么叫赤府呢 赤府指的是 大臣祭祀时候的服饰 那前面九二摇 他是诸服 诸服指的是 君王祭祀时候 所穿的衣服啊 那赤府指的是 大臣祭祀时候 所穿的衣服 也就是 代表的就是说 你所受的困境 来源 是来源 是下位子 如果你问 我公司里面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你现在 抽到这个谣词的话 就代表 你现在 处于困境 是 你下位子 你的部署 跟你不配合 你讲什么 他就跟你 跟你 作对 那造成的 你长官 没办法 没办法 做事啊 你的政策 没办法下达 或者下达以后 行不通 很难堪 也有可能是说 父母亲管教不了小孩 父母亲管教小孩 小孩听都不听 你无所作为 你管不动 你就很难堪 照理来讲 爸妈讲话 应该有一些威严啊 结果小孩 不当一回事 那 这就说 困以赐福 乃虚有托 他的谣词说 一定 你不要急 这种事情 你没办法急 急的话 也 急的话 也没办法尝试的 你只有慢慢的 来脱离 这种困境 因为 不会 一下子就可以达到 你的目标的 你要 你受困 一下位子的话 你要 这个说 就跟 古时候就跟托是一样的 一样的一个字 但是念的时候 要念托 它就是托的意思 只不过字 是用同一个字 古时候的字 和现在的字 它一定差别很大 字数差别很大 以前的字 有的时候是 很多意思 同一个字 到后来 越来造字 越来越多的话 现在字会越来越多 以前字是 从没有字 到有字 它不会一下子很多字 它一定从少变多了 受困于这种困境 不是那么快 就可以解决 脱离的 那你说 你怎么笨呢 利用济世 利用济世 我们这不是讲过吗 受困的时候 你要靠你的诚心 靠你的精神上的力量 在这边呢 讲的就是 你精神上呢 你要诚心的上告神明 利用济世 利用济世 转过来呢 我们就 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说 你要诚心诚意 诚心以待 你就可以慢慢地脱离这个困境 这个谣词引申为就是你位居上位者不能得到下位者的支持和理解 事权不能统一 什么叫事权不能统一啊 你有这个权利 但是呢 这件事情在你来说 你有这个权利 但是 你管不了 其实就是 我有管小孩这个权利 结果呢 事实上我管不了 他不听我的 我长官能够管 管得动 应该可以 下属应该听我的 结果他不听我的 事权不能统一 内心感到十分的不安 还好呢 你能够得到他人的协助 虽然不能立竿见影 就是 慢慢地来啊 不能够马上见效 只要真诚以待 终能脱困 孔子的小相说 一月 自未得也 为什么会这么难堪 又不能够有所作为 是因为 你想怎么样 但是不能怎么样 志气不能够得以发挥啊 乃虚有托 以终止也 为什么能够最终 慢慢地最终 能够脱离这个困境呢 是因为啊 你 居中得正 九五摇 他居中得正 居中得正 也就代表的 就是说 你做事何不正道 你诚心诚意 就能够得到神明的赤福 你用精神上的力量 就能够得到 这个 脱离这个困境 利用祭祀 受福就是 你只要真诚以待 就能够得到 有好的结果 随风井呢 中挂 他说 井裂寒泉石 随风井 九五摇 虽然他接近到井口 但是还没到井口啊 他 那个挂词里面 随风井的挂词里面 讲的是说 你打水啊 在井里面打水 你把那个瓦罐拿拿拿 快要到井口的时候 不小心碰破了 等于没有打水是一样的 也就功亏一篑 那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本身的 修养还不够 还要再提升他的素质 他告诉你也是这个意思 提升本身的素质 修养 才能够达到 最好的境界 还差那么一点 顾挂呢 风火家人 讲的就是说 你啊 当一个家长 你想要让这个家庭里面 一团和气 能够幸福啊 你这个家长啊 你一定要用感情 去笼络家里面的各个成员 你现在的状况 你也不要担心 你只要是用感情 去感动他们的话 都会有好的结果的 有这个要词 就是你要用感情 去感动对方 触挂了珊瑚币 币于秋元 树波 千尖 令终极 他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 有人 有人 根本就 根本就是 不 不想要当官 他 退隐三年 但是又是一个人才 你呢 就用一些 微薄的礼物 去请他出来 帮你做事 虽然礼物微薄 但是呢 理清 仁义重 你的诚心 能够感动他 最终是一定是吉祥的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这里面有很多像 我们等 他的意思和像有很多 我们到时候讲到 山火壁的时候 再详细讲 整个来讲的话 八十九千 他用 孔明先生用签诗来做一个表达 这个签诗表达 我举一个案例的话 你就很快就可以了解 我们住在我们这个社区的 有一个太太 他常常问 他问的都很准 他现在不问了 现在状况已经变好 以前状况不好的时候 都常来问我 他呢 他先生 没离婚 但是离家出走 在外 令族香草 一直没回来 六七年没回来 那我们先不管他 他有一个小孩 慢慢长大了 到国中时候 国中是叛逆时期 讲什么他都不听 老讲不听 他就问我 他就说 我想帮这个小孩 请一个家教 英文家教 然后我事先 告诉英文家教 请 因为他不听他的妈的 不听他妈的 他希望这个老师呢 能够借着教他英文的时候 灌输他一些应该正确的观念 叫他能够走向正途 他问 我这样做会不会有效 有没有效果 抽到这个签 这个签就是不归一 事权不能统一 也就是说 本来你有这个权利 而且就像是 你当妈妈 你有权利教小孩 但是呢 他不听你的 事情跟 你的权利又不能相符 事权不能统一 不能归一个 照来讲 我讲什么 你就要听我的 我有这个权利 我也可以管你这个事 但是这两个是分开的 你讲什么呢 他不听你的 不归一 劳心力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事办 事被公办 你做什么事情啊 获得的成效 很少 劳心力 劳心又劳力 事被公 劳心劳力的事情啊 那当然就是事被公办啊 做了一大堆 结果得到那么少 那我怎么办呢 他妈妈要怎么办呢 贵人旁 因为你问的是 我请一个 家教 希望能得到 你要得到的结果 这个英文家教 就是贵人 你靠这个贵人 靠这个英文老师 一介力啊 贵人旁一介力 你借助他的力量 你希望达到 你的这个目标 是可以的 因为他说 你非要借助 这个力量不可 你不借助 这个力量的话 靠你还是真是不行 只要你诚心 只要你付 他也不会要你很多钱 素博千千嘛 千千嘛 素博千千就是 很少的礼 素博就是素修的意思 也就是礼物的意思 很少 但是也是可以达成 因为你请家教 一定要钱嘛 你在家 用感情的方式 去规劝这个小孩 他的 他的品德修养 还差一点 可以把它再提高一点 还是会有一段时间 但是呢 早晚一定可以脱离 这个困境 你只要成心以待 靠着精神上的力量 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说 不归于劳心力 贵人旁一介力 是上下之间不能合作 处境既难堪又无法作为 只要有诚心 就可以慢慢的脱离 这个困境 困境 你要借助外来的力量 不管你问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借助外来的力量 本来是该你要去做的 你做不成 你就要借助外来的力量 别人是可以把它达成的 不管问什么 本来这件事情 就应该你去做 但是呢 你做不成 一定要靠别人的帮忙 才能做成 我们看九十千 九十千的话 它是上六摇 到了困卦的最顶端 到了极点 也就是困到极点 困到极点的时候 物极必反 它就 就开始通 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 穷则变变这通 不是说 它虽然它是要靠时间 靠 它这种状态 它还是要人为的 努力去推动它 才行的 你不要说是 既然易经的道理 就是穷则变变这通 物极必反 那我现在已经 穷得要命了 我就等它 变成 变成通 你在那边坐等 还是没有用的 绝大部分是没有用的 除非那些正好 运气来了 不然的话 还是要靠 人为的积极 努力去推动它 它才会变成通 这个困卦 已经到了极点 物极必反 就开始要转通了 上六呢 它的处境 它的困 有如什么呢 它每一个困 都做一个举例 就像是 九五窑的困 就像是困于处 困于赤府一样 九四就像是困于金车一样 六三就像是困于十 困于吉利一样 九二就像是困于九十一样 初遥呢 就像是困于珠穆一样 它是上六遥是困于格雷 格雷什么叫格雷啊 就是一种漫腾啊 会缠绕的漫腾 也就是说 你被这个漫腾缠绕了 就要在那边动弹不得 的那种困境是一样 被缠绕了 它用格雷来 漫腾来形容 其实就像是被三字绑了一样 道理是一样 绑到那边让你进退不得 陷入险境 困于格雷 格雷叫做漫腾 于虐悟 又好像这种困境 虐悟什么意思啊 这个字啊 很难见到的字 不常见的字 虐悟啊 我就查 就是说 危险不安的样子 被格雷缠绕住 动弹不得 当然是危险不安啊 是危险 但是心里又不安啊 处于危险状态 没有一个人心里觉得 还会安的 处于危险的困境 心中不安的样子啊 也就代表了 你占卜卜到这个谣词 代表了 你问的这件事 处于危险的困境 心中 非常的不安 那 这种状况 我要怎么办呢 这个谣词 他就告诉你 解围脱困的要点 他是说 约 动 毁 有毁 约就是说 可以说啊 那 处于这种困境 你一动 就要后悔 你说 我要脱离困境 我要脱离困境 我 我马上想一个办法 去做 一做就后悔 做错了嘛 做错才会后悔 约 动毁 动毁就是说 你想脱离困境 想要脱离困境 你去 一动 结果呢 就后悔 第一次行动 一定后悔 一定做错 动毁就是第一次行动 一动就后悔 因为做错了 失败了 有毁 也指的就是说 你后悔以后 你一定就在 会想 我早该 不应该这样做 我应该要那样子做 因为你第一次选择的 就是做错的 那个方式 方向 所以说你就后悔 你就赶快 自我检讨改进 然后再想 第二个方法 然后再去做一次 第二次呢 就做成功了 你有一会 就会检讨改进 检讨改进以后 再做 就会成功 你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真急 他怕 他为什么讲真急 真的话 只是就叫你积极主动 不要说是第一次失败以后 你就会灰心上肢 在那边说 我不动了 困事在那边算了 那你就一困到底啊 你再做一次 第二次就会成功 那我们来看啊 此事 这个谣词 用白话来解释 就是说 这件事情 已经陷入的 围困之境 不得不做脱困的打算 与行动 他这个谣词啊 代表的就是说 你已经处于困境 你想要去 做一个脱围解困的 这种情形 事情 结果呢 一做就错 所以说 能够痛定失痛 幻然悔改 毫不气馁的 再度抹求 抹求 出困之境 出脱之境 出去这个 解围脱困之境 这个这条路 再找一个一条路 你积极的进行 终能够脱困 或其 孔子的小相说 困于葛蕾 未荡也 由于行为不荡 才会困 困于葛蕾之中啊 因为 你行为 因为我们会陷入困境 一定是 做错了 才会陷入困境啊 动悔悠悔 指的就是说 你能够 做错以后 你能够马上后悔 能够及时悔悟 再次的行动 才能获及 所以说 这个窑词啊 你只要第一次 葡萄这个窑词 就代表 你第一次行动 一定是错误 失败的 你第二次才会成功 如果你第一次 都还没发生的话 你一定会经过一次 失败的错误 如果你前面 已经经过了一次失败 那你现在在问 我这样做 会不会成功 第二次做 经过监讨 反省以后 就会成功 所以说 这个窑词 代表的是 第二次才能成功 第一次是不能成功的 这个向 在这里面 关键在于 要主动积极地去行动 中化水风井 井收雾木 这个井化 到了上六窑 代表的水 已经出来 可以工人 引用 大工造成的阶段 你水 你已经取出来了 因为井 是大家来供用的 如果说你水 你自己已经取到水了 结果你把那个井盖一盖 大家不能用 那就太自私了一点了 他叫你井收雾木 木就是不要遮盖的意思 而且呢 有福原吉 指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诚心 才会有大好的结果 他要告诉你的事 当事情 他刚告成的时候 要顾及后来的人 其他人的权益 不要损害他人权益 不要有偏失利己之心 你这样子就能够获得大吉 所以说这个谣死 就是说 你不要有失心过重 你还要顾及到他人的权益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 你能够这样做 那就急 不能这样做 那就是凶 护华 风火家人讲的是 有福微如 中急 一个家庭的家长父母亲 你要教育小孩 这个家庭能不能够兴旺 能不能够走向正轨 跟这个家长很有关系 这个家长讲话要有诚信 要有威严 你没有威严的话 小孩子根本就不怕 你叫他坐那坐这 就不会怕 就像是那家的小孩 你从小没教好 变成你根本讲话没威严嘛 他就不听你的 你要有威严 但是也不能太威严太重 太重的话 他怕你怕得要死也不行 做错的时候 他要怕你 做对的时候 他 他会觉得很高兴 因为你会奖励他 做错的时候 他会很怕你 因为你会惩罚他 如果小孩子 不管做对做错 他都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我做对 你也不会奖励我 我做错 你也不会惩罚我 他就随性而做 所以说 小孩当他 做对做错 都不 都无所谓的时候 那就是教育失败的时候 觉得没有好的结果 一定要达到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做对 他会很高兴 因为你一定会奖励他 做错 他很怕 因为 错不是故意做 做错 他不小心做错 他也怕 因为你会惩罚他 这个惩罚有很多种 有福威如 中极 如果你能够 有诚信 也就是说 说到做到 不要说你说到 根本不做到 你说要这样 结果 要小孩这样 结果你 你自己这样 就没诚信 没有威严 你能够做到这 结果都是好的 他的谣词这样讲 代表着 你扑到这个 这个谣词的时候 代表你问的问题 就是要有这个 刚刚所讲的那样子 这个才是往正面发展 如果是往负面发展 就是你没做到这一点 我们来看看 他的90千 90千的话 他说 云进月当中 云进月当中 也就代表 原来是物以密布 物以密布的时候 是黑 漆黑一片 你根本就看不到方向 代表的是 你现在问的 这个问题 你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它是困挂 也就代表 你是 之前你处于困境 你不知道如何是好 因为你做错了 做错了以后 才会陷入困境 那你现在经过 检讨改进 幻然悔改以后 检讨改进 然后再积极努力的话 你来问占卜的时候 我这样做 对不对呢 他说光辉到处通 光辉到处通 月亮出来的话 是 月亮照的大地 到处明亮 其实他要告诉你的 就是说 只要你不要做 原先错误的那一点的话 其他的其实都是对这件事情的 有正面的发展 也不是说 每一 不是说一定要挑做的 哪一些 就是你做错的 严重的错误 才会有这种 这种后果 其他的 你改变了态度 方法以后 检讨改进以后 其他的都还可以 光辉到处通 就是说 你问如何行事 其实都还可以 结果差不大 都是往正面发展 如果你这件事情 跟水能够相关的事情 人事物相结合的话 那会让这件事情 更快速的成功 千里快如风 就是事半功倍 更能够有获得 它的最佳的成效 那你说 逢水 水是什么呢 就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 你说 我没女朋友 我要找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搞不好 他的姓名里面 带有水之偏旁 或者介绍的 帮你介绍女朋友的人 他跟水有关 或者你要找工作的话 这个工作的跟水 这个事业内容呢 是跟水相关 或者他的烧牌 跟水有关 反正就跟水相关的 是更快速 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这个呢 第一次行动 不当的游会 第二次行动 方能成功 如何行事 如果你检讨改进以后 如何行事 其实差不多 如果你能够找到 跟水有关的话 是更 更快速成功 这个签呢 是 算好签 上中签 好了 我们今天把这个讲完了 各位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哎呀 不客气 老师那八十九签是 中上签 中上签 对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OK 有没有问题 老师 你先回解一个 14签 我朋友 然问了说 94签 他问了说 他想下半年 买房子 他抽到这个签 好不好 他现在没有房子 他现在有 他想要换房子 换房子 他问下半年 买房子 好不好 是不是 这个实际 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下半年 买房子 这个时机 好不好 这个时机 当然包含的话 能不能买到好房子 或者能不能买到 好房子又便宜的房子 他讲的是这样 他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换房子 一人去 一人入 他虽然讲的是 94千嘛 人 虽然他讲的是人 但是你问的是房子 所以说 一个房子去 一个房子进 那代表就是 可以啊 因为他这个挂项里面 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一进一出 一个房子卖掉 或者不住 进了一个新房子 进了一个新房子 一人去 一人入 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他原来的那个房子啊 跟他不太适合 不管是哪一方面不适合 他说清风明月两相拆 为什么有去 有进 是因为去的那一个 他这边上面讲人啊 我们先讲人来 来说的话 讲说是 我换一个男朋友 我换一个男朋友 我现在 要跟这个男朋友分手 我 我想知道 我 分手以后 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男朋友 好的 理想中的男朋友 那 一人去 一人入 指责的就是说 你要去掉那个 以前的男朋友 要进入一个新的男朋友 可以 因为有这个相 为什么会要 新的 旧的男朋友 要把他去掉呢 因为啊 跟男朋友不合 清风明月 清风明月 指的就是 两个 这两个不相关啊 不相关了 两相拆 就是相互对立 根本就是 不是很好 字不同 道不合 因为他这个主卦 讲的就是说 从从往来 蓬从而失 折三贤 感应 这个感应呢 是 你们两者之间 能够心中 能够相互感应的 两个就聚在一起了 不然的话 其他的就离你而去了 就是两个人 心中 能不能够相互感应 那 清风明月 两相拆 指的就是 不能够相互感应嘛 也就不相和嘛 那 你现在问这个事 房子的话 也就是他觉得 这个房子 住起来有一点 不合 不管是住的不舒服也好 或是不方便也好 或是交通不方便也好 反正就是不合 他要换房子 一人去 一人入 可以 获得今年下吊台 也就是说 他要买房子 如果我们讲 前面这个男朋友的话 也就是说 他换了这个男朋友以后 他会找到一个新的男朋友 而且这个新的男朋友呢 是两者之间相合的 合的他才会进来嘛 而且呢 他上面写 获得精灵 精灵就是男朋友 新的男朋友 下吊台 他就再也不去钓鱼了 也就是说 这个很合 而且还可以结婚 如果不能结婚的话 他还会再钓鱼啊 他还会再去找男朋友 更新的一个男朋友啊 因为不合 他既然下了钓鱼台 就是说 我已经钓到我想要的鱼了 我就不再钓鱼了 接一下电话 喂 叫婷婷帮你搬东西 我去 我再上课 婷婷啊 你到中庭去帮妈妈搬东西 那个 那既然是刚讲时间 那现在讲房子 也就是说 他下半年的话 他换到新房子 这个新房子 他很满意 他就永久定居下去 他不会再换房子 我这样讲 你了解吗 对 我了解 但是他清风明月两相拆 他是指两个人相应 不是 两相拆 不是 因为这个 人和 因为他讲的 他前面讲 一人去一人入 那这个去的人 为什么要去呢 你原来就像男朋友 你原来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 为什么你要跟他分手呢 是因为 两相拆啊 互相拆计 不合 拆是指拆计不合的意思 也其实讲的就是说 两个人不合嘛 那因为主卦讲的是 合则来不合则去嘛 指的是这个 因为 冲冲往来 彭冲耳失 他要告诉你 就是 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意思 OK 那你现在买房子的话 指的清风明月 指的就是 一个是你 一个是房子 是因为两个不合 他才会去 那后面那个金银 是新进的房子 我很满意 我就不要再 再钓鱼了 我就不要再换房子了 了解这个意思吗 OK 我懂 谢谢 其他同学还有问题 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因为我说这个 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 就是我那个小儿子 那个病 就是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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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睡觉 和不过其他 那现在因为 那还进入青春期的 嗯 所以我是病虫心 把他管得太紧了 所以这里 对他 比较会反抗了 那我在想说 我是刚刚 我穿了个天鹰 我如果把他管 稍微深一点 我觉得他比较好 那我穿他 一百七十几千 177啊 对 好 可以啊 其实没有戳到这个牵引之前 我就跟你讲 你儿子要管松一点 因为管太紧的话 太木纳 就变成不活泼了 其实小孩子很活泼 但是变成不活泼了 那这个 你现在准备就是说 我要把他管松一点 对他是不是有好处 他讲的是说 白玉蒙成黄金埋土 指的就是说 其实他是一个白玉 白玉指的就是美好的东西 白玉蒙成 他没办法散发出他的光辉 黄金埋土 黄金那是贵重的金属 你埋到土里 他也没办法散发出他的光辉 九九光辉 也就是永恒的光辉 你要让他能够发挥他自己 他现在是用白玉和黄金 来做一个取向 他原有的光辉 因为白玉和黄金 他本来你放到那个地方 他就会散发出他应有的光辉嘛 那小孩子他本来就有他的本能 如果你靠的就是管得太紧的话 他就变成白玉蒙成黄金埋土 他没办法散发出他的光辉来 九九光辉就是他原有的光辉 也需人举 人举是什么 要推荐或者提拔提息重用 他就像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人才 但是呢 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 因素影响而造成了埋没人才的话 他就一辈子这样 那你想要让他能够发挥他的所长的话 你要推荐他 他才能够发挥他所长 就像是黄金和白玉的话 你想要让他发出他原有的光辉的话 一定要把他的灰尘 还要去抹去掉 还要把他从土里面挖出来 他才能散发出他应有的光辉 那你的儿子呢 如果你压抑太大的话 他原有的本性是没办法发挥出来 那个本性是美好的 美好的本性 因为他的黄金和白玉就是美好的 因为我们詹谱就是要取向 他只是用白玉和黄金来表达出 你儿子原有的是美好的 结果是因为受到管得太紧而压抑而埋没 而没办法散发出来 你这样子做是对的 你这样子做等于把他提膝拔作出来 让他散发出他原有的光辉 而且是美好的 我这样讲你了解吗 你这样做是对的 应该的 因为他这么大 他小一点 你可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怕他走偏 但是呢 他早上这么大的话 你应该要随着他的年龄 而逐渐的放松 放松 然后让他本性出来 不然的话 他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那个风火家人 你原先是说 临言勿宽 我宁可言你也不要宽 免得他变坏 但是不是永久啊 你要随着他的年龄的成长 而逐渐的放宽 你这个放宽你要观察 如果他还很正常 越来越好的话 你就可以逐步放宽 到二十岁你就完全放掉 让他自由发展了 如果说是 他中间有一些 又变得偏了一点 你适时的扶正 适时扶正 他适当的一个正确观念 是适当的 是对的 但是不能够又恢复到原来 因为恢复到原来啊 你由 由言啊到宽啊 他会感激你 由宽到言啊 他会恨你 你如果你放了以后 再紧啊 就变成怨恨 你还是一样宽 但是你要适时扶正 我这样讲了解吧 你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这个天资跟你这个小孩 这样整体来 是取向啊 这些 其实就是一个 用黄金和白玉啊 来做一个取向 表达出 你希望能够 他能够 他的本性能够出来 本性的 美好的本性 坏的本性 当然不要让他出来啊 坏的话 适时的给他 纠正一下 好的就让他自然的散发出来 这样子 谢谢 好 谢谢 还没出谈吗 你好 可不可以谈一下 你那个在Facebook上面放的 那个毛山伏法灵通 那个那天啊 先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的母亲长期昏迷不醒嘛 对 那他怎么知道 就是说 他要去找这个 这个毛山伏法的 这个 这个 王先生 好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人是一个学生啊 呃 他本来是在 北部的 他妈住的南部 呃 后来他妈 他妈长期 有糖尿病 天天都要洗肾 呃 洗肾啊 那他又很少到 到那个医院去洗肾 有的时候好像自住室的洗肾啊 反正就是买了一些那个 掉筒 他反正 有在那边 自己去在那边筛检了 反正洗肾的人很辛苦 就是啊 后来呢 他妈妈 就是因为 感染还什么呀 昏迷了 他就很急啊 很急的话 他就到了南部去 他就 一直叫醒他 要叫他妈妈醒来 他 这个女孩子很孝顺 要叫醒他 他妈妈 他这个上面有写 就是 他跟我讲的 结果呢 一直不醒了 大家都 他就一直长期在那边 照顾 他就要想办法 怎么样让他妈妈醒过来 因为 因为昏迷好久了 呃 我确确时间不知道 起码 一二十天有了 就是 昏迷不醒 不醒人士 照这样子 下去 还差管呢 啊 照这种人下去的话 那很危险啊 他就急 他 医生也没办法 医生没办法之下 他 他就会去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特殊方法 毛山道士 他自己找的 找了很多以后 他找了这个 他就问 他就问 他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真来假的 有没有这个本领 他就用 孔明大医生说问一个签 他人不在 北部 他在南部的时候 他打电话来 他问 他问这个 抽到这个签啊 如果找到毛山道士 这个 他能不能让他妈妈 清醒过来 抽到那个签 这个签我忘了是第几签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签里面啊 有一个冯龙 还有吉 还是冯什么 跟龙有关啊 也就是说 会清醒 那这个龙呢 又代表的是贵人 又代表是石经典啊 因为这个签是好签的 好签的话 因为这个签诗里面 有冯龙 有龙这个啊 有好几个 但是我真的忘了 不知道是哪一个 但要问那个人 那个人他一辈子都不会忘 那我就跟他解释 就是说会清醒 因为我就上那个毛山 毛山道士的那个 部落格去看了 他那个 他现在好像拆掉了 还是我没有再 我没有再上去过 我不知道有没有拆掉 反正我上去以后 他就有一个龙的图腾 很大一个图腾 那冯龙 他这个毛山道士的 他的标记就是一个龙啊 那冯龙 就是 就是有好 好事情 就是能够 你问的会不会清醒吗 那当初会清醒啊 那什么时候清醒呢 你不要说一二十几年后 清醒也不行啊 那这个有龙 又代表的是 代表 因为他那个话 他是 雷啊 他不是龙 他是讲雷 雷就是龙啊 因为代表时间点的话 就是说 第一个 这个毛山道士 他有龙的图腾 所以说会清醒 跟这个象吻合 然后呢 这个时间呢 那也不能拖太久 我就从皇帝上面找 龙的日期 正为雷嘛 龙的日期 或者是 打雷 有雷 忽然一身雷 那个时候我也忘了到底是什么季节啊 这个雷到底有没有经常打雷也不知道 就是有雷 以为雷这个象嘛 要就是时间 要就是雷这个象 或者龙 这几点 都相吻合 也就是说 时间就是跟 那个 皇帝上面的那个龙的日期 有关啊 讲时辰又太快啊 我说会会清醒 然后他把什么时候清醒 我什么时候 那个时间我忘了 讲了是到什么时候 但是他记得清楚 他就 很有信心 就去找这个人了 这个人呢 他也正宗的毛山道士 他 他就 要他妈妈的头发 指甲 然后呢 去做法 然后又叫他去 哪个地方干什么干嘛的 细节我不知道 反正他做完了 他就奔波 跑这个事情 做完以后 竟然他就说 他妈清醒了 隔一段时间以后 他说妈妈清醒 清醒到现在还清醒了 就没有再恶化下去了 后来就好了 到现在已经好 这个已经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 差不多有两年时间 也就是说 那一段期间很危险 现在呢 好像蛮正常 他就一直在南部啊 我因为碰到他 在南部就一直照顾他妈 他白了 他是说 如果他妈 他很孝顺 他说如果他妈这次死掉的话 他也要 他也不想活 这很感人 那那个毛山道士呢 他也不是说 你扫他 他就帮你做 做了以后 他 你不给钱就好 他是怎么样 他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 多少钱 他会跟你讲 但是他不先收钱 有效再收钱 没效 不要收钱 如果说 那个女的 他说他很穷 他跟他讲 我没钱怎么办呢 那个人说 没钱的话 那你就 就贴 就张贴一些 那个成功的案例啊 你把这个事情啊 过程啊 你就把它贴出来 我也不勉强你 大概他也为他的笑心感动 他也不勉强说 一定要交这个钱 到底多少钱 我也 他也没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 他看 他看 你的问题的大小 然后 要的钱都挂 有的可能五千块 有的上万 像有一个 有一个人呢 他也来问 不是这个人啊 他是一个同性恋的 女的 他那个同性恋的朋友 结果不跟他在一起 他想要在一起 他想问能不能复合 他去找这个 找这个道士 毛山道士 然后他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案例 他也想不给钱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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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毛山道士 把他骂一顿 为什么 人家不要钱 是因为他孝顺 救他妈妈 你要受感动 不要钱 你是为了同性恋 你说这个 不要钱 我干什么 跟你做这个事情啊 所以就把他骂一顿 他又跟我讲说 他被痛骂一顿 因为他是一个学生 因为他是一个学生 他没钱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 这个人 他就没钱 他就写一个这个案例 写这个案例早就写了 只不过我后来 我有一天看到这个 诶 可以啊 又可以贴到 转贴到 Facebook 我就把它转贴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 家庭 我这样讲完了 我听到了 我就是看了以后呢 我就是 然后我跟家琪讲 跟我妹讲 你去找他一下 好好待去 然后叫他先 可是他家琪好像 我觉得家琪好像也都被妨碍到了 被什么 他对任何 这种的 他都不相信 怎么办 那不相信 你不用勉强他 可是 这个是一个障碍啊 因为 这些妖魔鬼怪 他就是 就是 故意来障碍你啊 让你不相信这些啊 我跟妳讲啊 那个 家琪啊 你跟家琪讲啊 你跟家琪讲 呃 你说我讲的 任何人 通常我们不会鼓励你去 哎呀 你去找毛山道舍 我不会鼓励你 但是呢 如果你用尽了办法 什么办法都用尽了 都没有效 你只能求助于这种 这种那个玄学 你就当做活马 呃 就当做使马当做活马 一来嘛 啊 你就试试看嘛 抱着的姑且一试嘛 如果说 除非你很穷 如果你有这个钱 又不是很多钱 你就试试看 能不能够把它转回来 就像是不知道是谁啊 啊 有一个人啊 我还不知道这个道士的 毛山道士 王前锋的时候啊 以前我爬山的时候 我听了有一个朋友讲啊 那爬山的山友讲 他说谁谁谁啊 他因为在美国啊 他一个年纪大的一个人啊 结果他一个人跑到美国去以后啊 结果迷路刚刚回来以后 结果呢 就变成精神失常 好像浑掉了一样 那什么样 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这到医院去 什么检查也检查不出来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 失魂落魄 然后就好像已经 已经 反正就 我不是很清楚 变成这种情形 那这种情形之下 你有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你又不希望有这种情形发生 那你何不去找这种情形去做 你我不是说劝你们去做 但是呢 你可以姑且一试 你就你就当做试试看吧 如果能够可以 那当然就很好 如果不可以 也不会有什么妨害呀 对不对 我讲的是这个意思 除非他要的钱 你没有办法 你要的钱 你没有办法付 不然的话 你已经潜力尽穷了 你实在是 没有别无他法 你只能求助于这种 那个 这种方式 试试看而已 不然的话 你就拖延下去啊 你只要忍受得住 你就这样下去嘛 如果忍受不住 你又想要希望变好 你只有这样子 这样子做 你只要有 有比他的方法好 你就去做 你没有比他的方法好 你就试试看 那 这就是不得不的一种犯法 任何事情 其实就 一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 当你用正 正确的方法 正正常的方法去做 也不能够 达成的时候 你只能转个弯 用 用迂回的方式 还可以达成他的效果 有这种 这种情形 人世之间 还是有这种情形发生 你不必太勉强他 免得到时候 说你害的 其实他也不会变更坏 他那个做法 按照他这个上面 所有案例 他只有让你好 不会让你变坏 可何况没有成效 他又不收你钱 知道老师 那个他最近又严重了 已经开始又不吃药了 又又在闹了 有时候是个玄学 你又不得不信 你可以去 可以跟他讲试试看 又不擦嘛 不擦那个 你可以把他 可以联系到他 然后呢 要了电话 然后问他一下 这种状况 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的话 你可以把他带去 看一看 是怎么样状况 试试看 各种方 各种图具 都可以试试看 其实他这个 就是要有人陪 有人交 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在旁边 那个效果也是慢慢的 但是他这个 如果是有效 是快速有效 他不是很缓慢的效 他是快速有效 OK 我了解 嗯 还有其他谁 有任何问题啊 老师 我很好奇 那个毛生道士的 他是道教的一种法术 对啊 那他好像 他用这种方式的话 他是不是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这个是不是这种方式啊 我不太懂 这个 我毛生道士的那种 我毛生道士的那种 我也不清楚 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那个只是那个学生 他来问我占卜 问我这个签 我说可以 你去找他 有效 而且真有效 那我也觉得他这个 他这个 我对他也不是很熟啊 但是呢 既然是 如果你任何办法都没有用 就像他母亲 一生都没办法了 就算婚那么久了 婚那么久的话 他都没有办法之下 那你说是碰巧的吗 也许是碰巧 也许真的是有效 那他变成了 没有任何办法里面 他只好找这个办法 求助于神明嘛 求助于 其实这个 他这个这样 一切都是在命 这样子走 我就跟那个女孩子讲 我说 你不要到处宣扬 你到处宣扬以后 本来被遮住的 本来这个命是这样的 被遮住以后 人家 哎 暗中有人知道 我反而就是说 他这个是这样 遮掩法 他就把你那个 不好的把遮住 他的毛山道士是什么样 本来你命中会这个样子 但是他用他的特殊的方法 把你那个不好的遮住 让好的显示出来 让就像是 就像是周克孔明 如果我们看三国演义 周克孔明不是在那个吴藏元 最后他觉得他命已经没有了吗 他就要用特殊的方法 把他严几天嘛 结果命也还是注定被那个 那个严良 不是 被那个 被谁啊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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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命灯 被托翻的 是江伟 推翻的 结果他就还是 做法没成功啊 但是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说 在命中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另外用一种方法 把他 变好 坏的把他遮掉 道理是这样的 你说是 你说是不行 那我们中国人他已经传那么久 那么 他应该还是有他的道理 就像是 苗人的那个 鼓术 你想不相信有鼓啊 下鼓啊 你说这怎么可能 科学上面更不可能 但是他 好像就真的有这么回事啊 这科学也都很难解释 这个鼓啊 我在想 可能跟那个 科学的 那个 量子理论的里面 它是无远佛际的 那种方式 一样的道理 它道理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说 你看下鼓这一个 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结果他竟然 如果你认为他确实有存在的话 那 那各种 各种状态的话 这个都能存在 那那个可能也有可能存在的道理啊 这我并不是说 鼓励 但是呢 我只是讲是说 你穷无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之下 束手无策之下 你就试试看这个 试试看看能不能够 因为是这种原因而造成的 呃 用这种方法而可以解救 试试看也不妨 无妨啊 对啦 那个 真的是完全 没有办法了 只好这样 借助这种 这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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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迷艺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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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啊 对了以后呢 然后就有一很短的时间 效果有有有出来有感觉 但是呢有一天呢 我只要带他去吃东西 他呢 一口气吃了十二条香肠 那天晚上就会吃了 呵呵呵呵 那那何老师为什么 他就说他要吃素 不能再吃肉了 所以他又没有办法吃素 他一定要吃肉 所以就一直都要把那个 有一些的进步 然后找找了很多那种 找了那个心理医师啊 什么都花了很多钱 但是效果都不干 好 所以他现在已经 好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这一次 他他要去那个毛山道士 那个地方去 而且确实有效 你要做的时候 你要你要问他 有没有禁忌 如果好 就是说不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才可以维持下去 要了解一下禁忌 像那个的话 如果说是 他事先讲吃吃吃素才行 呃 不要吃荤 他事先知道的 还是事后知道的 那可能 事先要讲 会比较 先了解一下 会比较好一点 那你那个 那个 他上一次弄那个 我也不清楚啊 因为何老师那个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毛山道士的这个 这个道士他上面 他都 部落格上面贴了很多嘛 你们都可以自己看一看 你问一问 也不 也无法啊 总是不是有坏事嘛 你现在就是在找 有没有 好的办法 能够治 治疗他的儿子 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一直在找啊 那个 就像是 溺水的人 你一根稻草 你也要去捞他一下 就是 这种情形 也不是病急乱投医 呃 你是 正确的方法 全部用完了 每一个人都 都存了一点 一线希望 你看了这个 是觉得他 又 还 还可以接受的话 你可以去询问一下 了解一下 然后再做一个抉择 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他心已死是对他小孩这个 这个 这个 复原这个心 就已经心死了吗 还是说对任何 其他希望都已经心死了 就对他的这个病 已经就心死了 他这样讲 但是我是觉得他 他是杨好 没错 人是杨好 但是他的灵 已经不是杨好了 因为他所为 根本就不是杨好 这个人所做出来的事情 他所讲的话 也不是杨好 所以你说那个美国 那个到美国去了以后 回来 等于说失灵了 他自己的灵 出去了 是别人的灵 跑到他身体里面 对 但是不等不息 因为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孩子 他怎么会对母亲 做我一些的工作呢 那你就叫他去看嘛 叫他去看 他讲的话 也不是他讲的 他 你跟他讲 那个 嘉练 嘉练 我先讲一下 嘉练 你跟他讲 像他这样子 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他没有好转迹象 那从我这边 从我们这边离开以后 他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很严重 后来 第二次来 我见到他的时候 就变好得多 但是第二次离开以后 我就听你现在讲话 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你到我面前 是变得很正常 到我回去以后 就变严重 那就是方法不对 方法不对 如果你还继续 用这种方法下去 它会越来越严重 你现在已经到达 他不能够接受的话 到后面 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都会出来 所以说 你又没有办法 你就先去试一下 这个看看 至少 那个人啊 他了解你这种什么情形 这种情形 应该要怎么做 他就是用 用 用的是 不是非正规的 那个科学的那种 医术 他是用一种 我们中国来讲 就是 奇门遁甲 或者是什么 用 你说他是旁门左道也好 但是他是救人的 你可以说是 也算是好的 对不对 他不是害人的就行 他这个也可以害人的 如果有人说是 哎呀他 我非要跟他成为男女朋友 但是呢 有些茅山道士里面的 道法里面 有一部分是坏的 他们专门是做坏的 但是你看他在部落格上面说写的 他不要你去吃什么喝什么 不像有的什么要喝什么吃什么 怎么干什么才能够变成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要 他是用法术 他是做法法术 我不知道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 你去看了解他一下这个 我只跟你讲的就是说 预判 杨昊 这种情形 没有一个方法 他就会越来越严重 你现在已经 因为我上次还没听到你讲说 猥胁的动作 但其实这一次一听到 那后面 后面会更加的严重 你要记住一下 跟他妈这样讲一下 不能够等闲四肢 谁要讲 你们讲 我已经讲完了 对不起 我本身 我自己有一个老师 叫蔡师兄 他对顶的东西 非常的行 我看了很多 我本身是学工程的 我对以前对这东西 我都保持距离不相信 我这是这个蔡老师 他住台中 或嘉义 他有两个道场 那讲他的故事 我可以讲很多 因为有些我亲耳听到 有的是亲眼看到 那如果说那个 那是Lisa还是什么 还是 家链 还是哪一位那个 家链 家链 如果你需要的时候 我会 我晚一点把那个电话找出来 那你可以电话问他 这样讲 我有一次我请他吃饭 结果他请我吃饭 就那个老板娘 他很忙 他来 然后没事把他送菜来以后 然后就待了大概几分钟 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故事 他那时候我记得讲了三个故事 因为我们是